我看一份工作很短時間 我看一份工作是在一間出行製作補戲 即是做年輕人 擦桌、針茶等 但我做了一個半月 試用期還未過 老闆就升了我做卡 但後來我就因為 我自小喜歡新聞傳播 剛有個小學同學 就在TVV做一個片段 他就問我們公司請人 有沒有興趣 於是我就寫信去 問那她去書,就面試便可以了 但我覺得已是最空虎之出身 那一做,四十多年了 而且我不是一進去就可以 風朝雨順,我中間經過很多艱苦 所謂艱苦,我一進去就是初級公關助理 跟著才是公關助理,然後助理公關專任 然後公關專任,然後高級公關專任 即是逐級逐級,真是一步一步來 所以中間有一段時間,我都曾經想轉職 但轉職不是離開TV,是由公關部轉去做拍攝 我也曾經提過,就是 那時候,節目推廣部 即是On A Promotion 和我們宣傳部,大家是同一部 即是一個Han Air,一個Off Air 那梁家樹,Tommy Leung 他就負責拍宣傳片 那時候,我跟他都聊了兩句 就說,過來跟我吧 我打算真的離開外事部 過去跟著做助理編導,做PA 後來我申請的時候,我會主管批 所以拉走了